第二有一个居士讲 他随时可以和不同的菩萨说话 他说他问过你 但他不明白你的看法 他说你让他好好的念佛 他很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意思很简单 老实念佛就好 不要常常跟这些佛菩萨讲话 那佛菩萨也未必是真的 如果是鬼神冒充佛菩萨 那你不就是上当 所以学佛世尊教导我们 怕我们在末法时期迷失了方向 所以在涅槃之前 特别教导我们四义法 我们能够遵守四义法 就不会迷失方向 四义法里面 头一条 就是义法不义人 法是经典 如果你不依照经典去学 这个菩萨来跟你说话学 就靠不住的 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学佛 规规矩矩矩的 如理如法的读尽念佛 依照规矩去做 你看在这个佛教传入中国 两千年来 多少人有成就 我们看到别人修行正果 应当有信心 所以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佛是禁止的 特别是《楞严经》里面 讲的很多 我们应当理解 如理如法的去修修